从开头一点一点一点擦过来 手指上做旧 让它更加自然一些 电热给去除了 它不够害它这个药 咱们的三维视频最大倍数是一百倍吧 这个人物基本上还是比较有特征 可能是一个人 这个一个人画这么一组 这幅画没有作者落款 没有画面内容介绍 也没有确切创作事件 再次之前 他从来没有与公众见过面 连他的名字在修复时也还没有定下来 经过故宫专家考证 他画的是乾隆皇帝给他母亲重庆皇太后 过八十大寿时 现场诸寿的事情 他们把这每个人都对上了 现在就是一书写这篇文章 就是把这两边的非得 谁是谁谁是谁都对上了 那这到底是谁呢 这是乾隆啊 这是乾隆 乾隆给母亲做八十大寿的时候 这有点平民化 你发现觉得吗 这张乾隆的那个面目 还真是跟以前那个乾隆那个 不是特别像 肥子两边都是 你可以知道乾隆有多少个肥子 这幅一有两百五十年寿命的古画 原本非常的残破 绝面有缺损 断裂 还有煤积 杨泽华和同事们刚刚把它修复好 中国古术化所用材料 大多为绝合纸 质地鲜薄 再加上年代九月 很容易会有破损 掉色 如果没有一代代修复式的工作 我们根本不可能看到那些 流传千年的传世民作 修复工作要求精力高度集中 他们都有自我放松的方法 中国书法和绘画在世界艺术之林 享有很高的声誉 书画装表最初起源于古人观赏 收藏绘画的需求 书画装表最早起源于什么年代 在能够查到的历史记载中 并没有明确的记录 最早的记录大约在近代以前 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 经过如此漫长的探索 演变和发展 它已经形成了一整套 独具特色的优良传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杨泽华来到故宫 学徒三年后分进书画修复组 性格活泼开朗的他 乐于接受传统记忆与现代科技的结合 将现代火力融入古书画修复 性格活泼上好多颜料的一些测试分析 一些数据呢 是吧 你可以知道他当初画的这些矿物颜料 你甚至可以从一些数据 你可以知道他的产力是哪 你对现在这个修复当中 你所用的绘画颜色那种颜料呢 这都是个医学 所以他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测试 你看他这个明显的 他帽子标上是一窍白的 因为这个要是自己观察的话 原来就怀疑 但是不能很确切地说 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这个拍出来以后 就能看到好多最原始的作画过程 古宫古书画修复 第一代开创者 修复过清明上河图 以牛图等顶级名画 是黄金一代 杨泽华的师傅叫徐建华 是故宫古书画修复的第二代 是这门记忆的代表性传承人 这这闹好了 闹好了完了又再弄边 你转你看 由于土地多师傅少 六十多岁的徐建华 现在是退休后返聘 继续工作 传授记忆 今天他们要把这幅画贴上墙 这是代代延续下来的古法 我先衬着 贴上墙以后 纸张由湿到干的过程中 因为自身的拉力可以变得平整 但处理不当就会崩断 造纸学告诉我们 纸张相互间的连结是靠清剑来实现的 纸浴水后纤维间架起水桥 失去了纤维间原有的清剑结合 因此湿纸不计干纸强度大 干燥去水后 水桥折断 再次恢复清剑结合 纸的强度又增大 纸与纸的粘合 还要靠人力的刷和蹲 纸与纸之间 水承担了一部分粘合剂的作用 淡水的目的是保湿 上床之后你得看这东西 干得均匀不均匀啊 你拿手不就摸吗 就比如这干了 这中间没干呢 那你这上面也淡点水 你得让它所有的一些有香口的地 才有它这化芯让它先干 然后你再让这些东西干 它先干的地它拉力就大了 就比较安全 一般来说 古书画分画芯 命质 背质 装饰等几部分 画芯就是书画家 最初作画的纸或卷 后面根据情况 还会再有几层装表 张旭光出身书画修复世家 他的父亲就是故宫书画修复组 第一代开创者 苏贝 我这条加一层纸 那个是那个 原旧料 旧料的厚度太薄了 比花芯要薄 所以我要在这个材料上 加一层棉帘 加一层薄纸 做出来整体 就是画芯与材料之间 没有太大的学术保护 八十年代 张旭光进入故宫 从事书画修复工作三十年 他在书画保护方面 具有丰富的时间和独到的见解 往上垫 棉帘纸 是宣纸中最薄最软的一种 适合用作副背纸 这道细腻的工序 即便是工作三十年的顶级修复时 也不能保证一次成功 快 这一块我赶紧抖出去就行了 这纸太薄了 不经地了根本就 这个不是挺烫的 这张废的 你拿错这样子 我所有那些东西都没有烘好 原来是徒弟路易腾 拿错了一张纸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 是找到和原料搭配的纸太难 很多古代造纸记忆已经失传 这一次他们成功了 这是一门处理干涸时 粘合于分离的记忆 一幅自画 经过装表后 已经包含好多层了 普通人是无法分边的 腹背质虽然不表露在画幅的正面 但腹背的质量会直接影响整个画幅 好的腹背可以使画幅平挺柔软 看了赏心悦目 摸在手中晃动无声 如果不好 会使画幅翘曲变形 书卷时摸损画心 影响作品的观赏效果 要是新料就不算这些问题了 因为它是旧料 原来的那个化石上的那个旧料原用 他们手上抬着的显然是一个贵重物品 他们走过的就是著名的慈宁宫 这就是前不久还贴在墙上的那幅大画 杨泽华和这些年轻人带他来扫描 他的名字已经确定下来 重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徒 故宫博物院建院九十周年 要办一个与祝寿有关的展览 万寿庆典展 展览选出的都是六十岁以上的地后画像 和与之相关的文物 这些转件我也不懂 就是这些转件 我这些画呗 哥你电脑里看着特漂亮 在传统记忆的延续中 故宫也在逐步接受新的修复理念 加强修复档案的整理 真快 来 咱把纸敷上 太快 你再来一遍吧 扫描图将来还可以用来做复制品 用在不同的展出场所 如果没有这道程序 我们看到西式名画的机会就更少了 这是一幅贴在门扇上面的清朝大臣的画 破损严重 往往最难修的就是这样级别不高的书画 因为他们保护的并不像名画那么好 书画作品 往往百八十年修复一回 现在的人可以看出上一个修复者当时的记忆如何 甚至可以猜测他当时的心理和外貌 这是一种穿越古今的奇特体验 其实一个书画修复式的一生 能修到顶级名画的机会也不多 日常工作中像这样的修复还是占多数 我们游览古宫时 很多宫殿恢复了原状沉淀 这其中就有书画修复组的功劳 那些尘封百年的门扇 墙壁上的贴落画就是这么修复的 古书画修复的步骤很多 最核心四个 洗 接 补 全 通常是先用毛巾 排笔 热水来洗 清水能溶解许多物质 它不仅能软化浆糊 而且能驱除滋化表面的尘埃和污迹 老外有说经历 上水哗 这么起来看着害怕 其实咱们也是慎重的 他想咱也根据这话 你说是不是 你有那仲裁了 咱也不敢这么拿水这么招 水洗 不光是把脏的东西洗干净 它这水一焖 它把它降火焖软了 你就好接下来 对 你看我都特别喜欢这细节 是吧 人家说这行李刚洗干净怎么又开始没水又回去了 很多人会惊讶于书画可以用热水洗 其实纸的生产就是从水里捞出来的 铁子是接用到的工具 书画性命全在于解 如果接去画心的被纸时操作不当 会断送画的性命 古代字画截表沿用千年的就是水闷法 简单说就是用温水温润字画 然后手工截表 截表是困扰古书画修复 重表的牵连难题 最大的困难在于表背 浆糊 粘连画心 命质等 很难完整截表 截多了损伤此画 截少了重新装表后 有残留物质的部位厚于整张画面 长期磨损 各伤画心 画心在这里就容易断裂 古书画的截表 历来只许成功 不能有时 原来那个可能要粗一点 是吧 我们这补卷有很多规格的出席不一样的经纬 所以我们要找一种跟它圆画质地比较相似的去一个图类形成 找不到只能找到跟它相似的 也很难找到完全一样 纸 捐 捐 刀 浆糊等都是补所需要的工具 补动的捐丝与画心质地 颜色要相接近 做到修旧如旧 才能恢复书画作品的原貌 功效等于救了古书画一命 就是留一个资料孔 然后他们修的时候 只要是拿下来的东西我就不会留一些药 拉尖纸的一些林子的边和残片 还有这个包幕的锦边 然后这个是一个乾隆的银帘上面红色的锦边 我有那个边上的这个表边丝叫锦 都是从那个画画上摘下来的 这些现在 高兴啊 这个后继有人 这个是你得培养人 他这种传统的东西吧 传统的行业他学多了好几年 你现在再不接人的话就断档了 必须有人接班 揭表工作要求尽力高度集中 需要一些自我放松的方法 现在谁学过他片吗 没这科 杨泽华已经五十多岁了 但青春期的爱好一直保留着 与现在这些大学毕业 在近故宫工作的年轻人截然不同 他们这代人十几岁就出来工作当学徒 在工作中度过了青春期 顾宫等级高的古书画 早些年修得已经差不多了 这些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 真正上手修复他们的机会并不多 古宫仍然沿用中国传统的师徒制 未来古书画修复记忆怎样传承 是师父和徒弟们共同面对的挑战 杨泽华是很乐观的 你跟我飞 穿过丛林去看小溪水 面皮面馅 制作浆糊是装表书画的准备工作之一 这是一种沿用至今的传统方法 浆糊制作用的是普通标准面粉 具体做法各地略有不同 市场上出售的各种粘合剂 如合成浆糊 纤维素 浇水等 都不能用作装表书画 路易腾工作不久 制作浆糊时 有工作十多年的侯燕帮忙 书画装表工艺也是一种水和浆糊在创造的艺术 整个书画装表工艺中 各类表件层与层之间的粘合全靠浆糊 书画装表工艺中许多质量问题 比如发霉 斑点 变黄 开口 卷翘等 往往就出在不合格的浆糊和使用技法上 这个书画装表是中国的粘合剂 装表书画所用的浆糊 要求降制百进 粘合力强 隆膝可调而粘性不减 能够长时间的存放而不变性 现在做好了 现在快两三点吧 隔一两个小时吧 一两小时 基本上就凉了 凉了就换一次水 走之前换一次水 就行吧 下天天热 其实得经常换 下天天热 我经常换 不然容易换 补完以后 把托纸补上 古书画修复中 通常都要尽力贴舌条这一工序 舌条这个时候有折痕的意味 像这个 像这个 所有舌条里我都要贴 不贴将来也会 很多流传千年的书画作品 它的背面往往像这样贴满了细小的舌条 贴舌条的手法好坏 是很建功力的 圆表画心经过洗接工序后 画心上的大小破洞 断裂缺损都显露出来了 在已经产生裂痕缝隙的地方 贴上相匹配的宣纸细条 起到加固的作用 张徐光在工作中非常严肃认真 从他身上能看出书画修复世家的风范 这也是近些年来 很多中国人慢慢意识到的 现代中国需要工匠精神 接笔全色 需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美学修养 根据原来的画意 把残区的地方用颜色补全 使整体画面视觉协调 我没看多少笔 这笔都不行了 因为它40品的硬啊 老在这儿滑滑滑的就硬 指的就好一点 卷本呢 对这个笔尖要求比较大 由装表界梅兰芳之城的杨文兵 古书画修复大师张耀璇等 数位记忆精湛的南方表画师 组建了文物修复厂的表画师 文革过后 大师们年事见高 人员补充成了当务之急 1974年 当那五年兵的徐建华 被分配进了故宫的文物修复厂 因为在上海当过兵 听得懂杨文兵的无锡化 徐建华成了杨文兵的徒弟 虽然已经主持修复无数古画 徐建华印象最深的还是1977年 他学满三年后 作为副手 第一次与老师共同修复的尤春图 尤春图是故宫博物院 现存年代最久远的 卷本山水画 历来被认为是随朝画家 展子前的作品 从他问世到今天的一千四百年间 我们很难想象 他经历过多少次战乱 天灾和人祸 但他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 尤春图画幅只有两尺多长 却场面开阔 描绘了人们在风和日丽 春光明媚的季节 到山间水旁踏青游玩的情景 你看它这个东西是中国第一张重彩 它颜色就脱胶了 我记得那时候是加固了两次 就是胶水啊 胶水因为它 国画颜色里的不是有胶水吗 有明胶啊 在下方 传统的中国画颜料 一般分为矿物颜料和植物颜料两大类 尤春图画中山石以细线勾勒 山体则是用石青石绿填色 山脚用泥金蕴染 经过漫长的岁月 一些矿物颜料已经氧化变黑 有些矿物颜料或者渗入菌种 或者胶质变性 很容易从菌上有力而出 怎么去黑 怎么顾色 对修复者都是很大挑战 加固的时候 一是成分 第二它就是浓度 你浓度掌握不好啊 一是成分塑料部 它那个破的地方它就给你开 一撬 胶水呢你没打好呢 它的颜色还掉 几比几的胶合适 你要试一下这几比几 好不说你一下用那零 零点几 好不说百分之三 百分之五 可能你这就大了 还用百分之一 就等你一点一点一点往里扇 你坐一回 你看一眼 完了后拿这个纸 或者是拿那个小布 补 擦一眼 轻轻擦一眼 它颜色掉了 就说你这还得抢 第二个关键 我刚才说的 它补的东西 哪一部分是需要不要的 它翻过来 把化级翻过来 它把命纸被纸都接掉了 就剩下它补的上千个条 但是你哪个条要保留 哪个条不要保留 你都在脑子里里接着 它都怀疑在这儿呢 你给它接了你想带 就对不上去了 是吧 你怎么办 接一半 炒一半 接一半 把酱子 我们用的这种 黏合几架的图上 把它回去 把它抄出来 把这 把这边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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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接的架 再回去 哎 这个华语你就搞得了 刘春途它是很很不差的 完了以后人的特别小 你要说你一接没接好 那没了没了 上面的帽子没了 人好多的专家 就是因为这个楼饰 和这个人的穿饰服饰 能鉴定你这个 你这张画的一个年代 隋唐以前 中国的山水画 还处于制作的阶段 到斩子前游春途 开始真正在表现空间 首次出现了大场景绘画 所展现出的社会生活 也更加广阔 哎呀那个老时候表了 那么多东西 表的那么好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说 因为它用料用的也是 确实不错 因为它本身是国宝嘛 我们就可以从库房里提点好料 民国的纸 前农的纸 我们可以用用 纸还有一点 我们就可以用不像前代 一张都不能用啊 这都是文物 那时候呢还能用点 用点什么送简 救灵子 哎 那时候还可以用点 现在就一点都能用 我们游春途 最关键的部分 我也说 他说小学院 他说你游春途的这个边啊 你一定要用前农高丽纸 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把前农高丽纸接 接得很匀很薄 用这个纸 当的巨条 游春途又重现往日风采 徐建华对舒华修复 除了工作外 深出了更多的感情 四圈 四周鲸干 完了整根发心 就是从上到下 让它匀 匀了干 张徐光的父亲 就是当年组建 舒华修复式的张耀璇 民国时期 中国舒华修复 有两大流派 北京流利厂的 玉池山房 大树斋 和上海的几谷阁 刘定枝庄池 刘定枝 就是张徐光的外祖父 你看这张 这张没有折痕 是不是 当时 城里表演使的时候 是当时王雨秋 那个王国陆局局长 王雨秋 是请我父 请我外公去 是问我外公去的 因为我外公在上海 相当有明信 因为我外公那会儿 已经有六十几岁了 就是也不舍得北京气 我就没来我父亲过来 完了给找了一份人 城里的这么一个 书画修复 叫书画修复 这个是我父亲 这是徐老师的老师 杨文斌 这个就是说那个 修五牛途的那个 孙承之 但是这两头 这板得修了 你这是假笛吧 你这是假笛 是不是 快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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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时间到了 故宫博物院 实行朝八晚五的工作时间制度 而且是五点准时下班 文保科技部 更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规定 除非是特殊情况 不准加班 这就是文物修复工作的特殊性 更强调慢工出细活 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有严格的文物保护制度 每天下班 他们都要关上七道大门 哈喽 你们上卡吧 我们下班了 我有这种搞笑 明显爱意 真行 真行 其实还说你亲自请我的 阿姨 张徐光又回到工作中 这幅画缺了一个字 他找来了书画临摹组的科长 沈伟商量 沈伟是现在故宫唯一的魔印传人 书画家作品完成时 最后都有一个标志性的动作 盖上印章 因此有书画印一体的说法 古书画临摹的作品也一样 最后 都需要沈伟的摩印 这是一口子 两个口 对 这不是我们主子 写在他们这 对 中国印坛 有南城北京的说法 金语明大师 就是北派篆课的代表人物 也是故宫博物院摩印的开创者 金语明只收了一个徒弟 就是沈伟的师父刘玉 沈伟也是刘玉培养的唯一徒弟 故宫磨印是三代单船 这都是黄帝用的过去 这一直算佳青的什么的 你看磁吸黄糕世界印最大 这四个字 你看 这是七个字 八个字 十七个字 二十五个字 你看 磨印并不是在石头上刻字那么简单 读印是最费时最坚功力的 这根本还有二十五个字 谁啊 谁这个飞大锅 以后的话就各电脑里头 电脑找也方便 每枚印章的时代特点 个人风格 印文字体 章法布局 运刀手法的轻重 驱绳 书密 增茧 罗让 尤其是刀笔的情境和义曲 都要有深刻的领悟 而且还要行神兼备 不差毫厘地在线圆印风采 就已经非常难了 把那黑夜链给刻刀 就因为阴刻 就一道一道气不能冲 你这冲就毁了 故宫所藏的南亭絮膜本上 有148方印章 这对魔章的人是非常大的挑战 这种由汉字 撰刻 及印章式组成的印章艺术 在数千年的时间里 已经成为中国人 经久不衰的收藏喜好 每一方收藏及印章的背后 都有自己的故事 它是实用与艺术的合体 四个娘的鸭呀 要不要盖不清 这就是人 就规矩 这就是盖印的比正迟的 我们说的是一个上子 怕搞错了 人家辛苦半天 好长时间了 几个月的 这印章一盖 就几分钟五分钟 盖坏了 然后从衝衣 从衣那个什么的 最后一步就是错救 错救你看 这颜色就 没那么红 没那么跳 这是这些完肠 错救 这些完肠错了 它都是无规则的那种 那种东西 不是小的村 应该是画 郭文宁是书画林魔族的前任科长 1979年进入孤宫工作 三十多年 磨过不少国宝级术画 现在是退休后返聘 继续工作 压那个卷 那么压 最近就临摹的这个 就是丁关棚的这个 这个已经前后 您问的好几年 快四五年了 丁关棚挪汉兔 一套十七张 郭文宁退休前 就参与临摹了 现在还没全部挪完 你现在看不着 我只能先看看照片 你要去想看一看 然后这个要是空白的 就把它蒙在稿子上 丁关棚是供奉于雍正 乾隆两朝的宫廷画师 是清宫十大画家之一 就可以 圆件画在什么上 我们就画在 圆件如果是纸本的 我们就画在纸上 书画属于有机制类文物 最终要降解 装表修复是一种保护措施 在机械复制时代到来之前 临摹也是 你要把它画得特别旧了 八百年以后就更黑 为了让几千年后的人们 看到门屋的愿望 历朝历代都有宫廷画师 对古画进行临摹复制 唐太宗李世民 宋徽中召集 都设专门的机构 临摹保留了中国古代 尤其是隋唐之前 大量的书画作品 林青尤其是乾隆年间 也大规模临摹古画 来去走到灰的这儿 然后这么一走是吧 这笔是一看就看出来 有时候完全做的一样也不太可能 但是至少你感觉上 是人家一笔写下来 不是做出来的 就这个东西 难以啊 书画模本自古有之 后世摩前朝 甚至当朝名家名作是一个传统 许多优秀模本成为重要文物 书圣王信之的蓝亭絮 真迹早就成为历史谜团 传说是随唐太宗陪葬了 这个谜底只有等到有朝一日 发掘唐太宗陆时才有可能解开 蓝亭絮模本也有特别的文物价值 宋代张泽端的清明上河图 是故宫博物院的珍藏 张泽端虽然只有这幅作品传世 不过已经足够看出他身后的功底 这幅长达五米多的画卷 通过散点透视 一步换紧的方法 将北宋京城变凉 以及变河两岸的繁华景象 和自然风光尽收眼底 内容之繁复 结构之严谨 细节之逼真 在中国绘画史上绝无仅有 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 冯中连女士花了十年时间 临摹了一张清明上河图 我来的时候他已经就临摹完了 但是我们还在这儿正在装表 还正在后期照相 那个时候人也少 他画那个画就是 每天得从库里把这个画领过来 画 然后晚上再交回去 相当眼前后跨了十年 因为中间有一段时间 王阿达的命就给他们都下放到干校去 总的时间挺长 实际上好像不都是真正都算下来 也就四五个 四五年吧好像是 清明上河图中人物多大千人 小的不超过半寸 人物动态面部神情各异 而且人物互相之间又有固盘 目光所助 传神所在 临摹时 下笔稍有不慎 整个人物神气顿变 一人失神 众人无神 因此 要对一千多个人物中的每个人物 都要深刻领会 冯中连女士的魔本 已经在故宫库房里珍藏下来 现在 她也可以说是国宝 作为一个就是我们故宫第二文物了 然后它有一个 根本有一个编号 有一组编号叫副字号 像冯老师画的清明上河图 他画前后画了将近十年 这个临摹时他一辈子 临不了几张真是很成功的作品 而且有时候你临 他不是说张张都特别好 1979年 郭文林进入故宫工作 受教于魔画师三位前辈 金仲宇 陈灵斋 冯中连 得到严格的训练 冯老师带着我们 就是我当时就在这屋 就在那个位置做 那个就是给我们一个人 比如说发一张画先练习一下 练习着勾线 染色什么的 然后金仙人有意见说 你画的再不像也没关系 但是你一定要让任何人看了 这都是有功夫的人画出来 杨泽华的修复室 引来了一位德国客人 包括卷的质地 我现在这里边卷的这张画 没有人知道它多宽多长 《重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 是最近这段时间里 杨泽华颇为得意的修复作品 你看有一个画中画 这是钱龙给他母亲出售的一张长角 还要一点点把 拿到骨上 拿到骨上 碎片 你还要从那些碎片里再找 它是哪个原始位置 他还没找到 两米 三米 他都看中了 很快 杨泽华又迎来了一幅名画 现在这幅画正在扫描 画中这位年轻女子 是钱龙非常喜欢的一位贵妃 她在钱龙十年病逝 被追封为仅次于皇后一等的皇贵妃 而且给予了慧贤的嗜好 是对他一生平行的最高褒奖 这是清代著名的意大利籍宫廷画家 郎世宁画的钱龙慧贤 皇贵妃朝副相 郎世宁是来华传教的耶稣会教士 他在清廷官封三平 一直忙于与皇帝作画 竟没有太多机会传教 郎世宁擅长采纳中国绘画技巧 而又保持西方艺术的基本特点 与中国画家合作 共同创造出中西合璧的愿化心体 现在全球各大博物馆都有他的作品沉淀 2015年是意大利人郎世宁奈华三百周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将举行郎世宁奈华三百年特展 这也是故宫博物院九十年愿庆的系列展览之一 这幅画保存基本完好 他们要做的是缝补敲带 有点宽了 要不你再敲一根跟那一样的吧 就是不能单根做 敲是一种缝纫方法 做一副编或带子时 把布编往里头卷进去 然后藏着针脚缝 现在他们还多了一道工序 现代仪器的使用 能帮助修复大丸的整理和研究 而且往往会有新发现 好的 你看这个是植物染料 这个样子吧 植物染料就是这个样子 可以清晰地看出 书画创作中 使用矿物质颜料和植物颜料的分别 植物颜料它一般都是姿 然后你看那张图 就是看那块骨骑那张图 就是这个 就是太不讲究了 太不讲究了 可以看出这么名贵的话 上一个修复者 竟然冒着砍头的危险 蒙骗皇帝 看一张画 他这个骨骑不是这样 不是自己长 这什么别的那个旧画呢 你给擦一下 然后他看银子差不多 他就给抓在那空上 你给那些画修正这样 这的确是一个古今对画 很有穿越感的纸别 在一个人有限的职业生压地 修复名画的机会并不多 遇上了 杨泽华也会兴奋 对这些入职不久的年轻人来说 更是难得的机遇 张旭光的话要下墙了 这没打开这块 要明显地有接笔的地方 这个王子这个人子 这块都是接笔的 其实这种东西你说 作为一件文物来说 没有人欣赏 这文物就没有价值 一个不完整的文物 让大家去欣赏 从感觉上 从视觉上 我觉得还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对于文物来说 无论接笔是全色 要接近它的原念 修复工作难度最大的部分 已经完成 让一块 修复门好的话 到了交付的日子 再往后 门物存入库房 或者送入展厅 就是其他部门的工作了 这场景是在慈宁宫 这场景是在慈宁宫 对 给他写那个单子上 给他写那个单子上 黄帝后像 黄帝后他们用了几张图 比较还是像 但是前龙就有点平平化的前龙 就是这只眼睛和这只眼睛 这只原来是残破不堪 现在是患然一新 对 好 说 快点 来两队站好 两队站好 慢一点注意酒家安全 古宫博物院建院 九十周年系列展览中 最令人期待的展览开始了 诗曲宝级特展 诗曲宝级共注录了 历代书画藏品万语剑 是书画诸录史上的极大成者 西汉皇家藏书出教 诗曲阁 前龙皇帝用诗曲 为书画诸录命名 表达了对古代文化传统的敬仰 隋朝展子前游春图 唐朝寒曠五牛图 宋朝张泽端清明上河图等书画真品 和秦代顺治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五位皇帝的书画绘画 成就一次重磅展览 这些作品都曾经历过 故宫博物院书画组的修复或临摹 一代代修复 一代代灌摹 我们的民族性格和审美 也由此塑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